最近,许久未露面的李承鹏突然在朋友圈发文,怒斯昔日好友高晓松。 而且李承鹏不仅只骂了一次,又连续数次发文炮轰高晓松,还曝光了有关高晓松的一些黑料。 星号星号李承鹏一批高晓松,小说文案靠助理代笔,表演型人格,演着演着就当真了星号星号李承鹏写了篇小短文回忆了自己与高晓松曾经的一些事情,还爆料称高晓松做的小说是代笔。 这篇短文先提到了分别发生于十年前和九年前,高晓松的部分言论。 大约十年前,在北大新书论坛上,高晓松曾现场的八十后青年称,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压为什么一定要哭着喊着买房,我就北京租房子住。